刘白元的英文教室 经典演说篇第五十三集 杰伯逊首次总统就职演说 我们这次第四篇 分一二三四 我们继续讲 Agrease 就是默认 我们对于多数人的决定 我们要承认 要默认 要承认 要接受 这是一个共和的一个非常vital 很主要的一个原则 否则呢 There is no appeal 如果这个行不通的话 Appear 没有吸引力的话 打不到的话 就只能诉诸武力啦 武力就是说 我输你啊 可是我不服啊 我用武力啊 那这个武力呢 就是一个跟前面对仗工程 vital principle 就是一个立即的 专制主义的温床 the parents 父母 专制主义的父母 就是专制主义的温床 所以他继续 他讲了很多嘛 我们这边 这个横杠 就是他前面讲了很多啊 就是他治国的理念 这些都后来就变成美国的啊 立国精神 因为他很早 他第三任总统 A word is a plain Malaysia I bear to reliance in peace and for the first moment a word ture regulars may relieve them 因为杰伯逊 他是主宰一个小政府啊 军队也不多 因为那时候已经独立战争打完了 所以常规的部队不多 所以他说 我们要需要一个 训练精良的 民兵 民兵 什么叫民兵呢 就像那个诸葛武侯 诸葛亮的 囤田子 平常种田 有战舍出去打 不然的话 军人啊 平常不生产吗 养不起啊 民兵 有战争就找他来 所以现在美国守卫本土的是国民兵 那我们最好的依赖 在和平时候最好的依赖 然后在战争一旦来临时 那我们那个常规部队就可以应照 就可以组织常规部队来取代他 所以二次大战的时候 美军被偷进珍珠港 那时候美军没多少人啊 一次大战的时候更惨 更没多少人啊 但是马上 马上就是 像美国队长里面一样 赶快 赶快筹那个国家的债券 赶快那个号召老百姓 从军 The supremacy of the stable over the military authority 就是 supremacy就是至高无上 就是 sable就是老百姓的 老百姓权力至高无上 over在什么之上 在军队 军事的authority 军事机关上面 所以呢 为什么 以前像中华民国 民出的时候 军阀最大 老百姓刀上 那个 刀上 那个 刀上肉啊 人为刀主 我为鱼肉啊 最后这边讲 老百姓的权力 高于军队的权力 economy in the public expense the labor may be lightly burdened 这就是burden 这个股字啦 现在是burden b-u-r-d-e-n 就是政府的开销 expense开销要 你说经济 不是经济 也是经济 节约 政府花钱要节约 然后呢 所有的劳工呢 他们的负担就会 赖累 就会减少 讲是讲 这样子 现在很多国家 大政府啊 希望大政府 为什么 爽啊 好不容易选上总统啦 选上县长啦 选上市长啦 选上政治人物啦 当然要大 万威比较大 钱多啊 大家都不希望小政府 那杰副姓是希望小政府 让老百姓 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 所以你看 以台湾来讲 因为我是台湾人嘛 你看台湾的这个 这个公务员啊 他的比例 甚至国营事业 国营事业算半个公务员 你算算 这个公务员啊 好 他的比例 跟人的比例有多少 然后最离谱的是 你看到外交官 你看看台湾有外交部 外交部当然应该是要有外交人员 没错 可是你要看比例嘛 任何一个比例嘛 还有国会议员比例 那现在 立法院是比以前少很多 以前多的不得了 你去看看 我们就拿美国 英国和法国 或者你拿 你拿这个什么 拿其他的一般的国家 东南亚的国家 菲律宾 马来西亚去比都可以 我们看看比例嘛 它一定有个比例嘛 政府 这公务员跟人民的比例 军人的比例 外交官的比例 那台湾很多就是 多得太离谱了 没有几个邦交国 外交部人很多 这次我们要很诚实的 我们要付清我们的贷款 因为他那时候打仗 有时候跟外国借钱 跟法国那些借钱 然后呢 我们要把账还清 这个 有戒有还 再戒不难 然后呢 Secret preservation 我们要很神圣的 保持住 人民的这个信心 Encouragement of agriculture and of commerce 我们要鼓励 农业 还有贸易 鼓励 我们要开始 要振兴 农业 跟商业 因为那是白费待局了 因为那时候 离那个美国独立战争 胜利 建国 没几年 真的没几年 所以很多事情 就是 跟现在的美国差很多 所以切伏逊这一片 就是伟大的地方 就是 就是 就是很多那个 内部那个不和啦 这个 因为他这个选举里面 造成很多不和 还有刚刚打完独立战争 国家未来的发展远景 所以这一片的重要性在这里 他等于制定了一个国家 常治久癌的一些原则 所以他前面一讲 这原则很简单 可是并不是 你不要因为这些字很简单 你就 你就认为它不重要 好像很多话没讲 不是 这只是言简意该 但他意识无穷 Diffusion of information advainment about abuses advain to the public reason Diffusion就是 它是扩散了 散布 一些资讯 还有些指责 对于那些 abuse 对于那些滥用 霸凌 at a bar 什么意思 bar是酒吧 不是酒吧 bar也是律师业 public reason 什么意思呢 简单讲就是 我们对于犯罪的人 我们要神之以法 就这么简单 可是你看这个意思 看不出来 我们要散布各种的资讯 还有各种指责 对于那些滥用权力的人 我们要把它放在 at bar off 就是 bar就是律师业 behind the bar 就关起来 behind the bar bar也是那个铁条 关在铁条后面 出于工作的原因 对于坐建饭客的人 对于这个霸凌的 滥用权力的 我们要神之以法 我们要 我们要那个 我们要那个提供 足够的讯息 还有一些指责 所以这个 这就叫吊书袋 你就直接说 坏蛋 神之一把 谁都听得懂 老百姓 仲田来听得懂 只有知识分子 才看得懂 所以这个 所以亚洲人 看这一篇 就是被搞死了 可是这篇文章 美国人评价又很高 所以一般就是 就是 你看不懂了就高 看得懂了就不高 这个歌星 明星 他声音很高 我唱不上去 他就是好 那不一定 每个声音不一样 他长得很漂亮 反正自己做不到 就是好 自己做得到 所以很多演员 演技好 不吃香 他长得不怎么样 长得不会特别漂亮 他演技好 不重要 演技好 不重要 漂亮比较重要 所以一般的 一般都是看表象 一般不看内在 所以花花世界 所以佛教 说一切都在迷 迷当中 人就在这个迷当中 眼睛就是 就是容易被眼前的东西 所迷惑 Fusion of relig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freedom of person Under the protection Habir's corpse And trial by Jury's impartially selected 就是要宗教自由 新闻自由 Press Press本来是压 压东西 它也可以是新闻界 报界 最早是报界 然后后来 当然有电视广播 新闻界 这叫自由 然后呢 个人要自由 在什么呢 Under protection 在什么保护之下 Habir's corpse 这个是比较 这个 这个不知道是哪里 是拉丁字 还是哪里过来的 就是 就是 我们叫 人身保护令 人身保护令 透过人身保护令 要有这个法令 来保护人身的安全 And trial 审判呢 要经过配审团 要无私的 Selected 这些配审团 要无私的去选择 你不然的话 医学对原告 或者被告 有利 那不行 所以美国呢 是医美法 那台湾我们是大陆法 跟欧洲国家 所以我们这个 医美法呢 我们这个大陆法呢 大陆法就是 法官说了算 不管他上面 做的一个两个三个 小一点的一个法官 大一点的三个法官 那 那个 这个 这个 美国不是啊 美国就是陪审团啊 那陪审团找谁 找老百姓 那说老百姓怎么找 电脑随机找 就在那个城市啊 你说在底特利益 这个省这个案子 你不会保到加州了 就是当地的城市 随机 随机挑 比如说挑 假设比如说挑 25个 30个 但你说我没空 可以 你续没理由 这个我最近有什么状况 只要合理 可以 那你没有什么理由 你一定要参加 这也是一个人的 一个义务 一个责任 参加 参加后 就是每天付你多少薪水 付你多少钱 减少你那个 那个上班的损失 然后住饭店 住一间 不是住一间 住一洞 这个不能出去 就是要陪证团 然后法官只是在 在这个掌握这个 这个整个审案的一个秩序 所以法官就想想 order order 整整到时候 所以那个律师 两兆律师不是对法官讲话 是对那个陪证团讲话 当然有些检疫庭 简单的就没有陪证团 一般的 有些就是只有法官 但是一般比较 涉及这个情节比较大一点 就是要涉及人民的权力 在这些义务比较大的时候 就用陪证团 这些原则就讲完了 你看到最后这边没了 以上这些原则 它塑造了一个非常光亮的星座 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那么光亮 那其实这些原则 也不是我杰伯逊 他妈是杰伯逊独创的 我只归纳出来而已 我只是做一个取舍 其实这些原则呢 已经在我们之间很久了 然后引导我们走向什么呢 走向一个革命之路 还有改革之路 Reformation 改革 Revolution Revolution是革命 Reformation是改革 然后我们先圣先贤的智慧 先民 你说 杰伯逊已经先圣先贤 他前面还有啊 因为早在他一百多年前 James Town那边就有了 就是很多移民就过来了 这个一五多少年就有人过来了 这样之前 两百年 两百年前就有先圣先贤过来了 这就是我们殖民者 这前辈的智慧呢 还有流血啦 还有我们的英雄啊 因为那个美国殖民 他有很多英雄故事啊 因为开疆辟图啊 毕露蓝绿啊 很多英雄故事啊 他们都奉献他们的一些很多成就 untainment 成就 这些人们的信息 这些人都在信息 And shall we wander from then a moment of error of alarm or of alarm Later chance then to return our steps And to begin the road which alone leads to peace, liberty and safety 这些以上所讲的应该变成我们的Creed信念 作为我们政治的信仰上的一些教条 一些信念 然后作为一个什么的教科书呢 作为什么的文字的参考呢 我们的老百姓的instruction 教导老百姓的一些文字的参考 Attached stone,就是试经石 也可以当作试经石 藉由这个试经石 by which to try to service others with trust 所以我们可以去试试看 去试验他们,去考验他们 考验那些公仆啊,那些服役的那些人 我们所信赖的 考验是不是政府官员啊,公务员啊,是不是这样做 然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漫游 The wonder is 漫游 漫游什么呢 在这个上面教条之中呢 就是在这个各种错误当中 In moments of errors In moments of errors 在各种错误当中 漫游 Let us hesson to retrace 如果是我们在错误中漫游的话 我们就hesson 我们要很急切的去 retrace 折回 我们说走路 走到一半折回来 折回正途 找回正途 如果漫游在错误当中呢 没有这个遵守上面的 那些 这些 principle 这些 原则呢 我们要很急切的去折回来 我们的这个脚步 step 我们的这个脚步过程 重新去找到一条路 regen 重新得到一条路 就让我们走向 自由 levity 和平 自由 还有安全 I repair then fellow citizens to the post you have assigned me with experience enough in subunionate offices to have seen the difficulties of those greatest of all I have learned to expect that they were rally fall to the large and imperfect man to retire from this station with the reputation and favor which bring bring him onto it 这句话 这段话也是客气 I repair repear就是修理 修正 各位同胞们 就是 当你们post 这个位置 你们赋予我 你们投票 那我必须要不断地修正 with experience 在先前的 这个足够的一些 经验里面 insubilded office 就在一些其他的 词位里面 就是 接破讯 因为他在当选总统之前 当过什么呢 他当过维吉尼亚州的州长 也当过做法国大使 也当过美国第一任国务卿 也当过美国副总统 所以当这些都比总统小 所以在之前 supporting office 在其他的单位 比较低一点的单位 当然低啊 总统最高 他说可能是 以前我当过国务卿啊 当过做法国代表啊 当过副总统啊 当过州长啊 这些单位 啊 那我有一些经验 有一些工资经验 啊 那我看到很多的困难啊 很多的困难 那我也学到呢 认识 我也学到呢 我会期望呢 啊 就是 就是比不上 啊 他退休的时候 因为他很多是做的不完美 啊 他的声誉呢 比起他刚刚 reputation 他的声誉 比起他刚刚开始 做的工作的时候 啊 就是 比较低 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很多人开高手低啊 很多一开始啊 当什么 什么官员 大家期望很高 啊 后来做到退休 做到不做了 卸任什么时候 开始出了很多问题 做不好 啊 大家这个 开始评价的低 啊 所以他说 哎 我会不断的修正 我以前有经验 我看到这些东西 所以里面帮我 选上总统 放心 我有很多经验 我知道 很多事情 都会不完美 那我会尽量去repair 我去修正他 我会学习到他 所以很多民主 政治就是总统 但是 刚选上说 民调很高 到 民调可能到七八十 八十多 到卸任全身 八八九八十八 为什么 越做越烂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就这样 你没做的时候 你会产生幻想啊 可他做了以后 就发现 原来这么跟我差不多 这是 台湾也是一样 所以台湾这个 起任总统下来 大家 印象都不好批评 这不是我说的 你就随便问台湾人 就是问大部分 你不要问一个 你问五个六个 差不多 这名字不要讲 从这个 最近这四五日以来 大家甚至有人说 一个比一个差 那这个 人都是这样子吗 比如说 你不要说政治人物 你说是 太太也是一样 结婚说 哇 这个是爱的要死 追的要死 结婚两三年 那评价就低了 这个人都是这样子 所以一个成语 一下忘记怎么讲 反正认识久了 认识久了就不稀奇了 政治人物也是 一开始 他没有做过总统啊 没做过院长 没做过县长啊 一开始讲得跟真的一样 你觉得形象不错 这个选他 就选上以后发现 怎么好像做的不是那么一回事啊 所以通常有这种情况 所以政治人物如果说 他选上以后做的比 他的民调或者各方面 比他那个当选之前更高 这个人是了不起英雄 那正常人是狗熊啊 选上的时候声调 民调很高 越来越低 低到最后怎么办呢 剩下8% 9% 10% 剩下有些白痴 或一些死忠的亲戚朋友 还是支持他 正常人就是不支持了 就这个民主的一个常态 With our intentions To that high confidence You repose in our first and greatest Revolution character Whose preeminent services Had entitled him to the first place In his country's love And destined for him The fairest page in the volume Of faithful history I ask so much your confidence Only as may give firmness And effect to the legal administration Of your affairs 就是没有任何借口 Pretention是借口 对于这个一些 High confidence 一些期望很高 信心很高的 You repose 就是你赋予 赋予这个 我们最早的 还有最伟大的 革命时候的那些 Character 你不要说角色 那些人 就是我们 这个独立战争时候 那些 那些伟人 就是 那些人呢 你给他们很高的期望 因为他带领我们 打赢这个独立战争 期望很高 然后呢 因为他这个 这样子你看是看不懂 就要跟他后面 整个看才看得懂 因为他一个句子 他们那个 Preeminent 就很杰出的表现呢 一些那个 为国家奉献呢 赋予他们的 什么呢 First place 很高的地位呢 在国家 在国家充满了爱 还有Destine for Him The fairest page 在这个整个历史上 历史上的一个 这个volume 历史的剧册里面呢 有很高的地位 跟他们来比呢 所以我们的先圣先贤 表现很好 让大家对他 期望很高 然后他们再入 历史的剧册里面 那我呢 至于我杰弗逊呢 我是后生晚辈啊 那我只要求什么 So much confidence 要求多少的信任呢 Only 只有 就说我不敢跟他们比 我只希望 祈求你们给我 一个坚定的 还有有效的 一个法律上的一个 赋予政府的权利 Affier affairs 处理你们的事务的权利 就好 不要多 我不敢跟先生先贤比 你们对他期望很高 信心很高 我杰弗逊不敢跟他比 你们只要给我 法定的权利就好 然后看我怎么表现 这个意思 I shall often go round through the fact of judgment When right I shall often be thought wrong by those whose position will not command the view of the whole ground I ask your indulgence of my own errors which will never be intentional and your support against the errors of others who may condemn what they would not if seen in oldest parts 人都会犯错 那我也会 I shall often 我也会经常犯错 那是怎么犯错 今有defect 就是缺点 什么缺点的 judgment 判断 我个人也会因为判断错误呢 我做错事 When right 如果是 做对的时候 那我也会 often be thought 就会被认为是错的 那是什么意思啊 明明做对 为什么被认为错 被有一些人 我们现在讲 开玩笑 讲酸民 酸民就什么都酸 你做错也是修理你 做对也是酸你 被有一些 他们的位置呢 就是并不是看到个全面的人 就是酸民嘛 他看的永远只是一个点嘛 酸民 从他立场来看 而我 我可能会做 真的做错事情 由于我判断的问题 但就算我做对了 也可能有一些人 酸民 因为他们不能看到全面 所以他们也会 从他们自身的position 从他立场上 认为我是做错的 那不管是哪一种 不管是我自己做错 还是其实我没做错 被人家批评说我做错 不管 我要求我拜托 你们的indulgence 一种容忍 indulgence 对我个人的一些错误 有一点容忍 人都会犯错 但是呢 我这些 所以杰伯勋也很贼啊 讲清楚 就算我犯错也不是intentional 我也不是 绝对不是故意的 也不是故意的 那我也希望你们support 那我也希望你们除了容忍 我的不是故意的错误以外 那同样呢 你们也要容许那些犯错的其他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去对抗那些犯错的人 那些人也常常会去 就是witness if seen in no part 就是那些并不是看到全面的人 那那些人犯错的时候呢 我也希望你们support 我也希望你们去支持我 去against 去对抗那些 并没有站在全局的眼光上来看 犯错的人 所以这个话有点拗口 就是说 我也会犯错 判断不够 有些人就说我会犯错 但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大家能够包容我 因为我不是故意的 那同样的 你们说支持我 就是我有时候不小心犯错支持我 你们要支持我去 对抗那些 酸民 那些 并不是站在全面性 然后经常来指责我们的一些 有些错误 你们要支持我 要去对抗他们 这个意思 approbation就是已经那个 就是已经做过了 获得准许的意思 就是说 我已经胜选了 已经证明了 证明获选了 已经被大家所认可了 就是在imply 在你们的sufferage 就是公民投票 sufferage 这个字 就经过公民投票 你明显认可 我当总统 这是一个很大的 cancelation 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在过去以来 都是这样子 那我未来呢 我要求呢 就是 retain a good opinion 那我可以继续继续维持一些好的一些 opinion 得到一些好的声誉 那他们所给予我们的 然后呢 to conciliate conciliate conciliate就是去包容 或者是把争取过来 这个意思 那我们要去包容一些其他的人 跟我们意见不一样的人 藉由 doing the early good in my power 在我权力范围之内 我们尽量对他们好一点 我们要争取他们 然后变成这个 我们这个 and to be instrumental to the happiness and freedom of all 然后共同 创造我们 这个对全美国人 对我们这个赞成我的 或支持我的 赞成的反对的 可以变成一个 instrumental 一个有工具性的 有一个指标性的 一个这个 全国的一个 幸福还有自由 就是要包容一己 所以我们这个 虽然你们选上我 当总统 那对我这样 很大的安危 但是我们对一些意见不同的 我们要conciliate 我们要去包容 我们要争取他们 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包容他们 然后大家一起合作 变成这个 让全美国人 要追求快乐幸福 最后一段 Relying then on the patronage of your goodwill advance with obedience to the work ready to retire from it whenever you become sensible how much better choice it is in your power to take and may that infinite the power which rules the destinies of the universe lead our counsels to what is best and give them the favorable issue for your peace and prosperity re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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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仰仗 仰仗 patronage 我们就说顾客 这个餐厅 谢谢大家光顾 patronage 谢谢大家光顾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的goodwill 你们那个善心的支持 让我当总统 那我会advance 我会往前进 with obedience 效忠于 忠心于我的 工作 我总统的 工作 那然后呢 我准备要退休 什么意思 怎么突然变退休呢 whenever 当你们觉得 how much better choice 如果你们觉得 sensible 如果你们觉得 how much better choice 你们有更好的选择 在你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时候 觉得我做的不好 觉得更好选择 我就可以退休了 当然我会尽量 努力的做 这也是客气话 emade infinite power 什么叫infinite 大写 所以英文专有名字 大写 就是特定意思 infinite power 就是上帝 大写 无限的 权力 就是上帝 这上帝呢 他们主宰了我们的命运 主宰全宇宙的命运 然后这个上帝呢 神呢 会引导我们的council 我们的议会呢 尽善尽美 councils 因为他们重视这个立法权 然后给他们一个 favorable issue 就是呢 然后上帝呢 会给我们 给他们 给人民的一个 favorable 一个他们喜欢的一个结果 issue 一个结果 对于他们的这个 和平 以及这个 发展 所以他最后这一段 当然是客气啊 我会 我会忠于知首 但是如果 以后老百姓 觉得我更好选择的时候 就是我退休的时候 然后也希望 上帝呢 主宰这个世界的上帝呢 可以引力我们 走向那个 尽善尽美之路 也可以带给全美国人民的一个 大家喜欢的一个结果啊 就是和平 以及繁荣 所以这 这一篇的重点就是在这些 有横杠这些 一大堆 他就 一些这个原则 杰伯逊 他这个认为 美国政府应该怎么做 所以基本上 他是共和主义者 也是小政府 然后呢 他有些建国理念 在美国刚建国 没多久 第三任总统 所以他接触了这些 然后他也希望疗伤止痛 大家 美国有很多纷争 我们在前面几句讲的 所以他这整篇呢 他有一个高度 希望全美国团结 然后希望政府是走哪一个方向 然后要有哪些施政的理念 这些东西一直到现在 到21世纪 还是美国政治人物的高度参考 所以这一篇文章非常难 句子太长 你光是了解字面意思就很累 就算了解字面意思 他跟时代背景 你没办法相连接的话 意思也搞不太懂 所以我们在我们 进我们能力范围之内 当然我看这篇 当然也很累啊 美国人看都很累 那何况是我们呢 但是我们就是了解他的意思 了解他时代背景 我们就掌握他的意思 也了解这篇的演说呢 对美国的后代 对美国的一两百年 对美国有什么影响 对美国政治 那还有一些就是 对一些普世价值 所以我们这边学英文 也学美国这个文化史 政治史 也了解一些 一些道德 一些水平的东西 好 这一集讲到这里 那就把它讲完了